面對臺灣農業嚴厲团承的問題 國家都想要想辦法來面積結業 曾經說 用台書記 蘇菲發管理 感受嚴厲成本 增加三年 還夠效率 其實當地農蟲在開市的租人 遠三下來 鄉下去看 中發營普遷鄉的香菇蟲 形容的大葉科技化經驗來做 庫房地埔的鼓勵他的生長條件 綜合跳過天鋒操控 翻出來 不太受到天使 非常好的 來臺灣外菜人數影響 不但是要提供 最多的量率 韓斯在穩定三年 他的品質 修葛鼓勵 經過人工期札 就沒有送到量 跳過刺痛法的包裝 準備運送到高級賣場 那片的鄉發營 普遷鄉的意見 鼓勵太強 有名兩番店的鼓勵 奉嚴 就會來自給人 人外是在走到營業死鬼 沿天共負 除了生長環境的觀光 還來加益 台書記和工庫販管理 來到建築中心 就會把貢獻營棄的核心 兩年外來 來到智慧法內庫發揮動態的功能 似乎沒說 但現在贏營利的身份就講得不少 整個生產的階段 過去可能需要大概七八十個人 就整個製程的話 那我們現在可能大概只需要二三十個人 現在希望三十個人的營業 四代用途相關的商品研發和商業證明 提醒農業的新資區域 本航空導演四代加益農業 卡卡新聞 五相片 六粉絲 蔣發報導 好